法障大师为博师法 所以武则天本身呢 他也很喜欢华严经 华严经 那因为他喜欢华严经 所以他就写了一首祭寿 各位最有名的 就是我刚才开经记 无上顺身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时 愿解如来真实义 这是武则天写的 你写得出来吗 所以你不要想看他 他是因为帝王 但是他很固执佛法 他也是清纯的佛教徒 至于他的private life 私人的隐私 那我们可以不用管 不过他在佛门来讲 他的确是一个帝王的护法 那这个祭寿一出来以后 从此没有人写得比他更好 所以我们中国佛教徒 一直到现在 你看书开经记之前 还是唱他的祭寿 就是唐朝古折天 然后呢下令了 当时他请十差难驼 然后从公元六九五年 一直搬到六九九年 就花了四年才把八十华言翻完 这是第二次翻译 第三次翻译 我们一起看唐朝第十五页第九八 在唐朝德宗真元年间 然后皇帝下令让波仁奉朝义 波仁奉朝义 那为什么八十华言翻了还要再翻呢 因为梵文本传到中国的时候 是有不同的版本 国本尘讲完以后 圣地子把它记下来变文字 所以在古印度呢 在中亚寄兵国克什米尔 很多文古百官 就是你现在念的 你们手上这一本 太语拼音本 不先行乐 然后呢 所以他传到中国的时候 有些不完整 后来德宗皇帝知道了 中亚就请人再去找范文本 然后就把四十卷华言 就是四十卷华言就是善财同志五十三餐 从第一餐 魂书世丽菩萨 然后参访在家出家 一直到观音 弥勒到普贤菩萨 所以波仁奉朝义 请看观看 今天所讲的就是第三个版本 四十华言善财同志五十三餐的 第四十卷 很短吧 你们已经不要再跟师父计较了 no discount 你们都喜欢了 师父可不可以再少一点 师父可不可以再少一点 不可以再少了 因为成佛你要用功的 那这三才同志五十三餐 注意里面 真正出家人只有七位 其他都是在家居士 所以可见在家出家 都有大乘菩萨 而且这讲的 三才同志五十三餐 都很适用于生活 对于我们现在的社会呢 是很相应的 因为它有参访外道 也有佛教徒 也有民间宗教 就像我们现在 处在马来西亚 是多元文化 多元宗教一样 所以我第一次听我师父讲经 就是讲三才同志五十三餐 我第一次学的经典 就是现在的普贤行愿品 所以各位你现在拿到讲义呢 是我二十三年前的笔记 一直修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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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现在 我一步经可以学二十几年 你没有耐心你不经念二十年吧 所以各位要用功 根本法文 所以称为金中之王 而一切的经典也都他的眷属 乃至于有兴趣你将来读维世 维世有一部分也要使用华颜经 那 法华经跟华颜经 在中国犹如日跟月一般 华颜跟法华这两部经都很重要 我举个例子 台湾有一个比丘尼 他很喜欢图妙法圆华经 他每天送了法华经 拜法华经 台湾的灵友很用功 送金 然后在拜法华经的时候 他就拜出社利子出来 可是他在送法华经的时候 就看到经文上面 图的两个字 华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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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很奇怪 为什么拜法华经 而出现法圆呢 原来是普贤菩萨加持 后来他就去读 大方广播华颜经 而我跟他刚好编的 我是先学华颜经 学一学学一学 古贤菩萨加持 后来我才能欢喜读 妙法联华经 我在新加坡 也曾经讲过好几品的 妙法联华经 所以华颜跟反华 在中国大臣 有太阳跟月亮一般 两个都缺一不可 你有了华颜经的基础 乃知道成佛是非常殊胜的 很多人都问我 师父 成佛有什么好 他以为呢 成佛是后面的 坐在那边 木雕 火狼板的 不是 成佛是非常自在的 你拥有一切的自在 解脱 你从六道路回得到解脱 过去现在未来 你都知道 而且 你成佛的时候呢 一切都可以满你的心愿 现在我们作为反复很苦啊 你要买一个房子 你就很辛苦啊 你做生意很认真做 那不一定赚钱啊 你所求不能满你的愿 那当然就会很苦 可是成佛 简单的讲 满你一切的愿望 这就是成佛的殊胜 当然成佛的功德不止如此啊 你要去读大方广国华严经的话 那你就会知道 请看下一个 比方说 成佛有多好呢 阿弥陀佛要因定法藏女丘 左下角 我好不容易找到这张照片 他跪在他的老师 世间自在王无来面前发愿 法四十方岛月 对不对 所以 你想要知道成佛的殊胜 那你必须要去读华严经 虽然阿弥陀佛讲四十八大愿 但是你若把它逗说起来 就是普贤十大愿 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 跟普贤十大愿 是相互可以互动的 那在这里我要提醒各位 各位也不要谦卑一点 我听过一个连友曾经 好几个连友跟我说 阿弥陀佛法四十八大愿 我呢 要比他厉害 法四十九愿 你这个叫傲慢性啊 听你讲这个话 就知道佛法水准很差 四十八大愿只是归纳说 展开来是花眼睛 重重无尽的愿海 前几天我讲 释连避佛五百大愿 五百大愿浓缩的话 也是普贤十大愿 也是普贤十大愿 所以阿弥陀佛的 每个月师父送给各位有本金 这是新加坡联友供养的 请翻开第一页 这是商业金色的华颜三圣 这是铜板纸 很重要的 再打开第二页 请看千手千眼关于佛上 这两张你可以把它割下来 连着割下来 然后去腹背 flap 因为我设计的就是希望你把它割下来 然后呢 五页的时候放在前面 观想花眼海会佛无尚 这是我们商业金色的佛像 然后后面有汉语拼音 希望你能够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 大概读的话 刚开始不熟的话 各位你有喜欢的话 可以多拿几本 我印了两千本 几乎我这次带了七百本 到JB来各个道场节约 其他我都在新加坡 所以假如你要多拿几本 师傅也关系 但是你不要珍惜 不要慢慢丢 然后呢 你建议你可以从第一页 开始念 对不对 对不起它是第三页 一直念念到哪里呢 假如你可以全部念完 那最好 请念到62页 打开62页第二行 接着往生阿弥陀佛 极乐世界 到这里一个段落 你可以做个记号 假如你比如说你早上时间不是很多 那我功课很多或是你时间有限 那你就先今天念长唐文 你念一半就可以 所以没有关系 假如第二天明天开始念 南无华言会上佛菩萨 就从第62页 耳时普贤菩萨 摩克上欲从宣祠 以观十方 我说祭约 然后就所有十方世界中 三世一切仁师子 我以清静声语 以一切念 尽无语 一直念念到第九十九页 往生神咒结束 九十九页 看到了吗 你可以做一个记号 你可以一三五 念长唐文 二四六 念祭壽 这样也可以 因为我知道现在人很忙很忙 但是起码你有做功课 你有在努力 至于九十九页呢 那个唱赞可以不用唱 那是法会才用的 然后呢 翻过来 在一百零二页 土贤赞 你要念 就念一遍 也可以 最后就念三规一 最后呢 再回向 回向有很多 然后请各位跳到 一百一十四页 左边 回向文 今天晚上会带你念 愿我领域命中时 尽除一切诸障碍 念见禀佛 阿弥陀 即得往生安乐差 这是最短最短最短的精简 回向文 这个请做记号 待会会讲 你每天都要念成 就说你念长唐文 念完以后就跳过来念成 这就是回向 所以这个供养大家 我已经打了汉语评音了 所以你不能再跟我说 师傅你看不懂华文了 好 那这个请看翻诺片 十大愿网倒归极乐世界 那花十大愿呢 是可以求生极乐世界的 好 请各位翻开五十七页 经文里有说 请看五十七页 我看五十六号 五十六道主第二号 六父人临命中时 最后一刹那 一切所有的器官都会散坏 一切你的亲户也会舍离 家人没办法陪着你 我看五十七页第一号 一切呢 就算你当国王 文武百官 州长 或者你的首相 你的威士呢 都会消失 你旁边的这文武百官 王公贵族 乃至你在宫田里面 有很多的相马车身 相马车身是交通工具 或是呢 你的这个宫殿里 或你银行里 存了很多珍宝珍珠玛瑙 不常 没有一样东西能跟着你的 只有什么跟着你 以你力跟着你 但是讲究你念 五十十大愿 每天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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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有 灵命中时 这个燕王呢 就会像影子一样 一刹那之间 不舍离 推动你引导其前 一刹那之中 你就往生极乐世界 翻过来 五十八页 一刹那之间 到极乐世界 你见到谁 第一个见到 阿弥陀佛 文殊是立菩萨 菩萨菩萨 所以文殊菩萨 不但在这个娑婆世界 它也在西方极乐地 接下来 你会看到 观自在菩萨 观自在菩萨 还有 弥勒菩萨 等 注意把等字画起来 表示有无量无边的菩萨 你在极乐世界会见得到 那为什么要选择几个呢 因为文殊跟古贤 是施相佛地佛的助手 他也在西方极乐世界 帮阿弥陀佛教众生 观自在菩萨 弥勒菩萨是记着西方阿弥陀佛 下一周会成佛的 叫福光功德山王 弥勒菩萨 特别把弥勒菩萨做记号 修弥勒净土的 或一贯道的 其实弥勒菩萨 也在西方极乐世界 弥勒菩萨也在兜塞内院 这个经文里面就跟你讲 修弥勒净土 也会求生极乐净土 弥勒菩萨在西方极乐世界 所以不要做无意义的辩论 有些弥扬弥勒的人 就是毁抱阿弥陀佛 我净土 或是修净土 专修专同的 就不喜欢弥勒菩萨 这些人之间就有问题 在这经文里面 就可以看到弥勒菩萨 所以弥勒菩萨将来 也会弥扬大方广法运基 所以希望各位 为自己念三千遍 或五千遍 一天念一遍 一年三百遍 三千遍要十年 我念完了 我现在念到五千遍 等等 那你说早上念一遍 晚上念一遍 那你五年就念完了 各位要用功 你要想想看 你这边是学了这么多的佛法 你都从来没有一个目标 给你用功 所以看幻灯片 普贤菩萨导归华藏世界 最后要快速成佛 从全部的菩萨都发十大愿望 到哪里 极乐世界 所以普贤行愿品 是华颜经的关键 也是修实的书鸟 文字很简单 它意义广大无边 所以在课神里 王公贵族 文武百官都念普贤行愿品 当然你念阿弥陀经 古门品 我大悲惨 当然很好 可是师父觉得 就是因为你念那些 你今天才会听到 普贤行愿品 为什么 一般的灵友 只会听到阿弥陀佛 观世音菩萨 和地藏菩萨 我相信你明天试试看 问你左灵右舍 佛教徒或非佛教徒 你问他 你知道有文书实力菩萨吗 很少人知道 大恨普贤光菩萨 你知道吗 他也不一定知道 为什么 因为文书跟普贤 你要发了菩提心 进入大乘佛法 闻到华颜经跟仿华经 你才会知道有文书菩萨 跟普贤菩萨的名号 一般人是听不到的 也就是说 你没有发菩提心 你是听不到 这两个佛菩萨的名号 就算你听到 也觉得没有什么 而一般的人 就听到 观音 地藏 和阿弥陀 那是因为 这三亿佛 二菩萨 他的悲心愿力 寡大便 了解吗 所以你不要小看 你就是因为 你会送的普门品 金刚经 阿弥陀经 然后呢 或是拜八十八佛 或拜大便战 你今天才会遇到 金中之王 普贤行愿品 所以他并没有冲突 接下来再看 十大愿亡 与党归极乐 刚才我念的这一段 有没有看到 普贤行愿品 世人灵力忠实 最后一刹那 世间所有的一切 没办法备在你 你再美的太太 也不会带不走 你再帅的老公 也没办法带走 你再有钱 你赚了很多很多的钱 你赚了很多很多的房子 你在马来西亚 每个都市呢 你都开分店 那也都带不走 那你说 师父你为什么 要长那么白呢 没错 世子真相就是这个 但是你有这些福报 福报 你如果有智慧 去帮助众生 帮助贫穷的人 不持三宝 有弘扬正法 那你所修的就会功德 那这些功德 就会跟大愿力一样 不相选离 一刹那之间 就会引导你去的极乐世界 所以很多人问我 普贤行愿力有什么功德 有无量无边的功德 请你写下来 第一个 你忏悔业障 忏悔你不量的业力 后面会讲 你写在旁边 第一个 忏悔你 再怎么重的重罪 不论在家出家 有意无意 你破过的戒 破的戒 造了所有的重罪 你都可以念 普贤行愿品忏悔 当然你也可以 百八十八国忏悔了 但是普贤行愿品的 忏罪力更强 第二个 他会发广大的怨心 就是你常常念普贤行愿品的呢 心量就会广大无边 就像经文一样 禁虚空 骗法界 十方三世 一切活国土 的众生 我们都要补他 所以年轻人更应该 普贤十大愿 老菩萨也要学十大愿 他会发广大的心量 第三个 他念见不经 一定会去极乐世界 一定会去 这是他殊胜的三个 我再讲一遍 第一个 忏除无量的重罪 二 发广大的菩提心 第三个 一定往生极乐净土 好 那往生极乐净土 你可能会有一点点怀疑吧 待会我会解释给你听 好 请看下面的经文 看 当你灵运忠实 往生极乐世界 看会怎么样 灵运忠实 今天 假如你知道你要走 比如说很多老婆 你知道 哎呀 我来日不多了 你怎么知道 你怎么知道 我今天 可能是我最后一天呢 对不对 比如有些人有 他看到他老朋友 哎呀 我可能 下次没有机会见到你了 这可能是我们今生 最后一次见面 为什么老人家 他会这么讲 他凭什么知道 各位没想过 对不对 当你灵运忠断气的时候 对不对 你要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平常呢 你呢 受十三规 然后修行 做很多的功德 又受精 当你灵运忠的时候 就像幻灯面一样 看 这时候啊 阿弥陀佛就像太阳一样 接下来 你会看到下一讲 阿弥陀佛 就现在你面前了 以众生本来清净的心 清净的心就会有建国 所以净土 净土 清净的心是因 净土是果 这是净土法门的意思 所以照你念火 你阿弥陀佛 你观世音菩萨 就是把你的心也静下来 接下来 一刹那之间 阿弥陀佛就出现了 然后呢 阿弥陀佛就会放光 照顾 善男子 善女人 以你多生多协的功德力 今生终于成熟 欢迎你来 极乐世界 老婆上你不要紧张 讲究你是客家人 阿弥陀佛会跟你讲客家话的 你说这比男人呢 阿弥陀佛也会跟你讲潮中话的 因为语言是空性的 那年轻人呢 他会说 Welcome to 阿弥陀佛 他会讲英文 语言是空性的 真的 那时候你看到阿弥陀佛 万丈光嘛 挺好 就像冬天 脱外套一样 脱个外套 你动个念头 坐在大坡里的话 你就走了 那就恭喜你 有脱我回来 那现在有个问题来 你会说师父 你这么确定吗 你念空性的 你一定会去极乐世界 那万一没有去怎么办 有个怀疑 好 注意你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我可以告诉你 我断气的时候 我一定会去极乐世界 师父可以告诉你 真的 我这月一定会去极乐世界 那你就会问 师父你为什么这么肯定呢 你凭什么判断 一定会去极乐世界呢 这是我的秘密 不过我告诉你一点点 好吧 最近这是很重要的 今天我要讲的 很多老婆三个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都会想 阿弥陀佛真的会来接我吗 这么多的众生 他会不会接错啊 阿弥陀佛 十万亿佛国陀 那么遥远 我这辈子 连结婢都没出国过 阿弥陀佛 十万亿佛国陀 在哪里啊 对不对 阿弥陀佛 跑错地方 接错人 阿弥陀佛 有很多怀疑 这些怀疑是正常的 不过这说明 你对阿弥陀佛没有信心 专心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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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我也付了钱 我也拿到机票 我直到3月8号 那天 我下午2点多 要到新加坡航空公司 飞到新加坡 可是 那我要来新加坡 要几个条件呢 第一 要出钱 第二 要有旅行社订机票 第三 要confirm 我有位置 对不对 可是这样子 比不代表我就能去 为什么 那天不可以睡过头 我都睡过头 飞机就飞掉了 对不对 那所以呢 我要有两个闹钟提醒我 对不对 然后我要到机场 大家都知道 国外港机 要两个小时就check in 所以 我从台北市到机场 本来一个小时 所以我下午2点多的飞机 可是我早上11点都要出发 出发呢 我还要叫计程车 行李要连离好 然后算好 万一这个路塞车怎么办呢 有很多路啊 所以呢 这条路 说破开会是最坏 万一呢 出了车祸 或是呢 有状况 那我也出不了啊 万一 假如这个塞车 那我就叫计程车 走其他的路啊 最坏就完了 虽然你买了机票 可是你那天睡过了头 或者 你有一些状况 交通事故 你还是没办法搭上那个班级的 去极乐世界也是类似 我会讲 就是这样 然后呢 我到了机场以后 我最怕的是什么 行李操纵 因为师父每次出门 就像牵手牵眼观世音菩萨一样 大包小包的 你看我带了多少东西来啊 有些我有海运 我有提的 那我提的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观一菩萨 希望航空小姐 对我呢 哎 慈悲一点 那大家也知道 最多的公斤 大概就20公斤嘛 手提的 对不对 现在航空呢 都管得很严呢 最多呢 可以23 等超过24 他就要花钱了 所以最多不要带那么多东西 好 那确定完了以后呢 对不对 我们就要等班机咯 等班机呢 还不能有状况 那班机呢 就要检查 安全 水 行李都确定 然后就开始 等机咯 对不对 等机了以后 就开始 全部做好 行李做好 然后就把安全带 就各位 新加坡航空公司呢 欢迎各位 要起飞了 这时候你就起飞了 起飞的时候 我们从台湾飞到新加坡 要四个半小时 运营 运营这个 就是当你起飞的时候 你看 方向队 没有任何的意外的话 他到新加坡了没有 还没有 可是方向队的话 他一定会到 所以我不用害怕 对不对 除非我当做班机啊 对不对 那你当对了班机 我已经起飞了 那当然 那时候我有点累 我就先休息 然后就送餐点来 餐点完 就可以看电视啊 我听音乐啊 我可以念佛送机 所以你看 你在飞机上 飞四个半小时 你心很平复 为什么 他一定会到啊 往生极乐精度 就像这样 你先要问你自己 有没有 敬业三年 孝阳父母 奉事师长 慈心护杀 修十三夜 智光琴写下来 光五亮寿佛金 敬业三佛 你操一下 先写下来 明天呢 拿这张纸 网路上有 全部每个人有发一张 你要一条一条去做 十一条 你做的越多 你就会往生净土 品位越高 好 去极乐世界 不是每天啊 凉啊凉 凉啊凉 晚上念死神阿弥陀佛 那是善巧方便 那万一去不了怎么办 好 那现在可以订 你已经订了机票 可是那一天 你如果睡过头了 或是交通事故 产生了 你还是有障碍 这就是 你命中住宴的时候 假如你住宴现前 你昏迷的话 那很抱歉 你今生也没办法去极乐净土 所以为什么要忏悔 因为我们每天 灵命中的时候 就像海浪一样 夜灵 在街壁 街壁有海边吧 海的时候呢 你去看很美很美 对不对 可是呢 都是东南亚 像台湾有台风来 台风来的时候 海浪是很可怕的 那里屋子全部都会翻的 那你要赶快躲啊 那我们灵命中的时候 你说没有用功的话 那夜灵出现就像海浪一样 你没有成定力 你没有念阿弥陀佛 仰仗福利的话 那就像海浪一样 就昏迷了 所以昏迷的人 并不容易去极乐净土的 注念注念 只是帮你提起正念 可是你平常不念 你灵终是念不出来的 所以就像刚才我说的 你所有的准备 那你睡过头 或交通事故 你又堵塞 你还是搭不上那个班级啊 对不对 那就什么 Wait till next life 那就等下一次吧 其实很多的灵友 都是多生多解修的 讲得更白一点 你深深深深深究竟土 你每次都是考59分 或50分而已 你就没有考过一次60分 所以你才来继续轮回 真的很多灵友们就这样 你过去是学佛的人 你学了很多佛 这里也跑 那里也跑 这里也念 那里也念 就像我一样 释迦牟尼佛也念 听人家说身体不好念药师佛 中原超度又念地藏菩萨 待会要拜观心菩萨 首次观音 待会听到师父讲文菩萨很好 我要念文书行奏 这样普千菩萨 静中之王不要念 当然是什么 什么都念 哪一个都没有信心 所以净土讲信愿行 你念一个佛号 你现在念观世音菩萨 你要对观世音菩萨 有百分之百的信心 了解吧 这才是重要 我没有说你不可以念其他的佛号 而是你每念任何一个佛号 都要有强的信愿行 就像你搭飞机一样 你搭新加坡公司 你就必须对新加坡公司 要有信心啊 他们会负责你的安全 他们会把行李呢 连人地把你载到新加坡 在飞的时候可以听 虽然四个半小时以后才到 可是你坐在那里 你的心会很安稳 为什么 因为方向是正确的 所以现在你虽然活着 可是你还没有往生极乐世界 而是你按照净土中 或大乘佛法修的 所有功德都求生极乐净土 有一天 当因缘成熟的时候呢 当你生命结束的时候 注意听 你是活着的时候 看着阿弥陀佛的 这件很重要 你看这个案子变阿弥陀佛 你离命中的时候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你知道自己要走 你是活的时候 看着阿弥陀佛 不是像一般老佛 想说 你要断气了 就喷倒一下 然后阿弥陀佛再把你抓回来 没有 他没有进过中英生 他是活着的时候 然后阿弥陀佛 看 他的左手边 图片里面的右手边 就会拿你的脸花 上面会刻着你的名字 所以我告诉你 心虎法师的脸花 很大肚 你们每一个人也懂 你用功 他功德力增长 他就棉花灰来越大 就像教你一样 假如你退了道西 我毁谤大臣 我失气三宝 我不念求生极乐进口 那花呢 他就会忽畏 那你说师父有这种人吗 有阿 去年我有个学生 教了很多年 最后就变哈雷陀佛了 那就放弃佛法 他现在做基督徒了 真的 大家我们可以做朋友 可是他会不会去极乐世界 不会 他已经放弃三宝 所以第一个 你不可以放弃 舍弃三宝 你碰到再多的动骨 都不可以 第二个 你对这个方向 要很坚定不移 在灵命中的时候 就像脱一些礼物一样 那看到阿弥陀佛 然后就恭喜你 就往生极乐进土 你就生生世世 不用再不回了 所以进土中 为什么真的很殊胜 因为他在活的时候而去的 所以他叫做不死的法门 这是真的 修其他的法门 不要听到不高兴 不 只有进土中不死 那我们都不死吗 那要看你的功德力 假如你现在修行完 到了都帅命院 跟着弥勒菩萨 五十六亿七千万年 一起下身人间 那你也会不死 不过那比较难 可是极乐进土 所有的下平 中平 中辈 下辈 中辈 上辈 所有的都可以往生极乐进土 所以你真正通通的经论 你就知道阿弥陀佛真的太慈悲了 他就希望所有的人去极乐进土 看这张 右下角是一个出家人 前面第一个是观世音菩萨 拿金色玲花宝台来接他 第二个拿散盖的是大势至独萨 后面是二十五位独萨 临终皆宜 对不对 这临终皆宜有二十五位独萨的名字 再看 这中间 这个是报生火 阿弥陀佛 旁边光中化火 那这个 阿弥陀佛的背后 有一个是地藏王独萨 再后面是阿难尊者 所以有连友问说 实际上我平常念地藏菩萨的 可不可以去极乐世界 答案可以 但是一 胡一纳是说 地藏菩萨 大臣大吉地藏十论经里面讲 如果你念地藏菩萨 圣号念完以后 还要念阿弥陀佛的名号 先念地藏菩萨 有念一千声 接下来你再念阿弥陀佛一千声 简单的简单 等于是地藏菩萨在后面推 阿弥陀佛在前面接 那你就去极乐世界了 那你念观世音菩萨 你可以去极乐禁度 因为观音菩萨是西方三圣 看这里 日本国宝 日本人重视佛教无故的国宝 你看 光中晃佛 你看 前面呢 右边是观音 拿金色灵花台 右边拿散盖 是大师之菩萨 接引的西方三圣 日本人 虽然很不幸最近他发生了灾难 可是日本人本身 佛教母有百分之七十 都是念阿弥陀佛跟观世音菩萨的 百分之七十 全部都是念阿弥陀佛跟观世音菩萨 再看 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 三月阿弥陀 是你从来没看过的 专心听 阿弥陀经说 弥佛光明无量 照实方国 无所障碍 事故好为阿弥陀 阿弥陀佛佛呢 他的光是没有障碍的 可以穿过石头山 穿过一切的地域幽灵界的众生呢 都可以看到阿弥陀佛的光 比方说我在这里讲经 各位也是人道众生 你也听得到 天上的天神 大凡天王 原来菩萨 佛观音菩萨 也听得到我们讲经 天上的天神是看得到人间的 他往下看 阿修罗道 也听得到我们人间的声音 可是啊 地狱恶鬼畜生 三恶道 他就听不到新文法是讲经的声音 不为他的意 那地狱恶鬼畜生呢 听到什么 中生 所以寺庙为什么要敲钟 咚 中生上面还有一颗经文跟咒语 为什么要唱寇宗祭 因为寇宗祭是度 地狱恶鬼畜生 幽冥界中生 那阿弥陀佛的光 它是没有施工障碍的 对 礼佛光明无量 无所障碍 事故好为阿弥陀 既然没有障碍 所以日本就创了一个idea 好的构想 就是从山里面这样跑出来 所以叫做山越阿弥陀 你看 阿弥陀佛可以从山里面跑出来 右边是观音 左边是十字 你看 这下面呢 就是呢 修净祖宗中的连友 这叫山越阿弥陀 这个只有在日本有 东丹亚国家呢都没有 这是日本特别的文化 当然 日本我说过 日本有百分之七十的人都念阿弥陀佛 好 现在看第三 请看讲义 论功用 花言经 简单的说 拔一切众生的苦 给诸佛的快乐 请看 普贤行愿礼人 若有人送普贤十大愿 一切的诸佛菩萨都会撑阳赞叹你 一切的天人 天龙八路啊 昼夜都会跟着你 他会礼敬合掌 而且供阳 为什么 虽然你是凡夫 可是你这个人念金中之王 你这个人不久 将来会如普贤菩萨一样庄严 这里的不久 请我画一个记号 不久两个字 这里的不久 有人要看个人 有人要一百年 有人呢 要五十年 有人呢 要十年 有人三年 有人只要一世 在普贤庭院品著书里 这里的不久 只是看你的功德力 在如你修持功德力很快的话 你今生越来相貌 就会越来越壮严 将来你往生极乐世界 零花化生的时候 你没有身体的肉身之肉身的时候 你会连花化生 你就会长得跟普贤菩萨一样 很多人都会说 师傅你很drunk 没错 我的秘密就是念普贤行愿品 我念了二十多年 真的 师傅没有出家之前 我是 我的照片还留着 我一岁的照片 我妈妈还留着 前几年来了 你要看我 我说我小时候也蛮kink的 对不对 然后呢 长大以后 对不对 然后没有学佛之前 学了佛 出家前出家后 受戒 一直到这样 每隔几年 你的相貌是会变的 你自己拍一张照片 你就会知道 对不对 我的相貌会越来越方便 那是佛的功德力加持 你好好修处 我出家也二十三年了 我吃素吃了二十五年了 我诵经打坐坐了二十五年了 对不对 所以 我跟同年龄的同学看起来 我都比他们领寄 他们说我最酷跟最帅 对不对 那秘密就是什么 就是你吃素吗 好好休息啊 你的心清净的嘛 还有法的功德力 你这个人呢 相貌就会慢慢慢慢慢慢的 真的相有心生的 所以听到这一段的话 各位女生从今天开始 买化妆品的钱就省了吧 接下来再看 素得成就唯妙色身 有三十二大张夫相 那你真正要得到的功德呢 要往生极乐世界 莲花化身以后才会得到 但经文讲的是没有错 要给你成佛的快乐 接下来再看二 普贤行愿彼云 往昔由无智慧力 所造极恶无间 送此苦前大愿亡 一念素极皆消灭 请做个记号 这个记送很重要 它叫拔重生苦 往昔就是我过去无量钱 不管学佛钱跟没有学佛钱 或是有意跟无意 我们都可能呢 因为没有智慧 造过很多的恶业 杀到凌亡酒 乃是呢 破了很多很多的戒律 或伤害很多众生 甚至毁放出家人 或是呢 破坏佛教团体 不管你有意无意的罪业 你呢 五无间罪 就是落五无间罪 各位知道五无间罪吗 好 你可以去查佛学词典 杀父亲 杀母亲 杀阿罗汉 杀佛 还破坏佛教团体 这五个都叫五无间罪 假如你不小心造 那你要忏悔 送这个福贤十大愿 一念素极皆消灭 把一念画起来 前个记者我要画你不久 对不对 这个记者要念 一念画起来 注意听 这个一念呢 有很多意思 在诸解里面呢 最简单的讲 虔诚的心 你只要很虔诚 就慢慢你的业就会消 待会我会举例子跟你听 那这个一念呢 还有凡夫的一念 还有圣人的一念 圣人的一念 当然功德力比较大 可是呢 它像河流一样 你要累积的 所以这里讲的一念素极皆消灭 是说 念到你的心完全没有忘念 它就会产生这个力量 好 我现在已经有点 比如说南极跟远极的冰山 大家真的知道 现在全球暖化 冰山都会融化 太阳一出来的时候 冰山的确融化了 你知道吗 太阳灵药 它冰山一定融 真的还是融 但是呢 假如做冰山要融十年 那就要看 假如太阳越大 它可能呢 八年 它就融化了 假如你光再强一点 七年就融化 有些呢 三年 有些两年 有一年就融化 所以各位朋友 常常不要讲一句话 念了那么多佛教的东西 都没有用 这句话叫棒法 你没有用 你干嘛来呢 为什么 因为你对佛法没有信心 的确有用 如果没有用的话 你早就不会 尽尽刚刚活在人间 这都是佛菩萨忽念你的 平常你送了很多金 做了很多功德的 那可是呢 我们的业 就像冰山一样 所以你要耐心 举个例子 你现在是太阳 假如你有太阳能 那呢 那融化就会更快 就像我昨天比喻的 灯泡 你是桌上的灯泡呢 还是头顶的灯泡呢 还是灯塔的灯泡呢 还是太阳能的灯泡呢 所以这里一面 数级揭晓病 就要看你写 你念力的功夫 念力的效果 the function of your mind 或者the power of your mind 你的念头的力量 或者你念力的效果 每一个人是不同的 比方说 你每天都在百搭没餐 对不对 心很虔诚 跟心乱乱的念荡被揍 变出来的结果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里的一念数级揭晓病 不要怀疑他有生前 但从凡夫来讲 先从很虔诚恭敬的念 你业就会开始消 那当然要有耐性 所以我要叫你念三千遍到五千遍 从今天开始 今天讲完结 从明天开始 你可以念的话 全部念的话最好 如果不能念 一天念长行文 一天念祭宋 两天念一部 发心吧 师父教你做的 我自己都做过 你们说 哎呀师父你很没讲 你自己念了没有 我念了五千多遍了 我还会一直念 念到我灵终最后一口气 来生成愿在 我第一部弘扬的经 也是大方广播华元经 普贤心愿评的 好 好 接下来看 请看 把 与众生与诸佛之乐 刚才经文讲 现在看 幻灯片 当你临命中的时候 阿弥陀佛我来接你的时候 就像这里 昨天你都会看过 这这边 一刹那之间 莲花化身 你没有肉体的身体 然后这里有说过 中间有一个 如意王珠 有十四个选柱 这是莲花化身 在家 小朋友来投胎 也有出家 那严格说 到了极乐世界 你化身 花一开以后 你就是三十二箱 八十重胖 每个人都长得一样状态 那你也有问题 那师父 大家怎么会知道谁是谁 有啊 大家都有五种承托 都用他心托 然后讲 你到了极乐世界 哈喽 以前我们在新加坡 这一毕业 听过师父讲 不贤心愿评 你会看到一个过去 现在也会 知道吗 所以这个事情 莲花化身以前的身份 事实上极乐世界 没有小孩 也没有大人 为什么注意听 假如极乐世界 一头胎有小孩 小孩就慢慢会长大 有生就有死 死就有如回 那就不叫极乐世界啊 极乐世界是不生不灭的极乐净土啊 所以这个图是画给我们 这个终身世界看的 那身份不一样 代表他往生前的身份 也有阿罗汉 唯一想象大的求生极乐世界 好 拔众生苦 你看 地狱恶鬼出生 对不对 那摩大悲观之音菩萨 良知尽水 为什么 因为众生很苦啊 那讲得更白一点给你听 这些鬼啊 恶鬼到过去都是佛教徒 都在人间就经过 都拜过观之音菩萨 所以观之音菩萨才来悟达 知道吗 所以六道轮回啊 都是由我们的心所行现的 对不对 没有观之音菩萨去惩罚他 写下来 佛教没有惩罚跟审判的思想 写下来 这是很重要的 佛教没有说观之音菩萨来惩罚你或审判你 没有 佛教讲自作自受 今天你到地狱去也是你自己的音菩萨 你今天会升到天上也是你自己修来的 好的是自己修来的 坏的也是自己造成的 所以公平一定要怨他 不要万坦任何人 不要怨任何人 我觉得很多佛友常常喜欢 我的命很苦 就像你们看台湾的歌仔戏一样 或是连续记呢 哭得越伤心 越有收视率 华人常常都觉得我的命很苦 其实你命会苦 是你造了恶业跟恶念很多 你看观之音菩萨 为什么会读这恶鬼道的众生呢 因为这些恶鬼道的众生 在人间的时候不属佛教徒 外国观世音菩萨 所以你必须要广修共养 在这里我问一下 家里有佛堂的请举手 真是佛堂的请举手 好 什么话讲 没有请举手 没有请举手 需要 等一下我还没讲完事件 先回当师父的问题 我知道你要讲什么 担心你 家里没有正式佛堂 所以没有正式佛堂 就是你没有供灯 没有供香花灯 我所没有胡作的 那请举手 好 手放下 今天开始 明天你去供一张西方极乐世界 或是大悲温事与菩萨 就像相当一样 开始学着 早上供一杯水 或点一盏香 你要广修供养 我虽然后面没有讲广修供养的精膜 我现在就跟你讲 我们跟你讲说 如果与众生 早上起来 礼拜大悲观世音菩萨 香花灯果主酷 一念礼拜大悲观世音菩萨 圣过你礼拜 六十二亿横可上菩萨的功德 观音菩萨反正福报很大 他是一个圣人 他是一个佛菩萨的道价子 他为什么要这样发愿呢 就是因为众生很苦 没有福报 所以你要供养 你起码供一杯水 所以用多少钱吧 对不对 供香 足以食物供灯 所以假如你家里没有正式的佛堂 你也可以在书架的最上面 放观音菩萨的佛像 第二层供水和香 你不是说没有福报吗 现在就教你广修供养了 假如你可以点灯更好 就像佛塔 但是我要提醒你 点灯也要有智慧 你睡觉的时候 他还在点灯 他还在累积功德 睡觉我们很难 累积功德的 可是你家里点灯 但是如果你出去的话 灯就把它吹熄 严格说灯是不可以熄的 可是现在没有办法 大家都住政府主屋或公寓 那万一地震呢 裂掉了 油灯打破了 回来了 哇 从那房子被烧掉 那邻居会诅咒你的 所以佛法要有智慧 举个例子 我现在跟你讲经 我们商业金社的灯 我跟我住的灯 传明灯 24小时都是开的 那个电费没有多少钱 你们什么都愿意省 什么都不愿意省 供佛的东西都很愿意省 买皮包买衣服都很容易花 对不对 所以你没有福报 你就要供观虚明菩萨 或供西方三顺 所以家里 如果你要真正的设计佛堂的话 请你找这一批有缘的方式 给你很简单设计一个庄严的佛堂 很好 只设计一个佛堂 佛堂不要花很多钱 你也不一定要受众传统似的 对不对 你可以现代的 名师家具有一个佛堂 然后呢 你自己设计佛堂 你将一起方圆 五百里外 通通都会得到利益 这个是很重要的 好 再看下面 这是我的建议 请看 第十六页 第七行 尽头五经之一 无量寿经 由于五经之一 由于古贤行愿品经文 陈述功德 无量无编 他说 善男子 彼诸众生 若闻听闻 若相信 此古贤是大愿亡 愿意受持 之一